多数见证一块一块的 道路吃最得最了 香多达多达 无可说的算 一个星期多少来这儿 有两三回吧 两三回 它这儿这个现切羊肉 还是比较好吃的 外焦里嫩 两口咬一口 有爆汁的感觉 现切是48亿斤 足筋足量 纯羊肉 绝对是纯羊 真羊肉 这个吃更过瘾一点 就是不像那种穿好的 选不少 然后它这个 想吃瘦一点 然后也可以 然后想吃肥一点的 然后选肥一点 我们经常的话 就是按斤去撑的 也比较划算吧 这样吃的话 两个人也比较得劲 就外焦里嫩的 它们现切的 然后比较新鲜 经济实惠还好 羊肉48块钱一斤 现点现切 想吃哪个部位都可以 而且形式也可以自选 有喜欢不穿串 烤好之后 就这么放在盘子里 大块朵移 也有喜欢穿成大串 觉得这么吃更有感觉的 总之主打一个 随心所欲过肉饮 我觉得穿起来 比较吃起来有感觉 卤串是吧 对对对 羊就是那感觉 羊串肯定在他家 第一吧 第一是吧 这味道绝对刚刚的 咱家用的是什么肉啊 咱家用的都是 玉冬小山样的 每天早上过来 每天早上过来 去自己请狗猜就猜狗 小山样有连点肉 肥手相捡 还有火腿肉 都比较嫩一点 烤着比较好吃 我们选择了 不穿串的吃法 要说这烤法也挺有意思 羊肉直接片薄一些 就这么平铺在壁子上 就可以开烤了 老板说 相比于切成块再烤 这样大片的羊肉 直接烤 更容易锁住汁水 吃起来会更嫩更多汁 烤好之后 根据自己的喜好 想分成多大的块都可以 不切直接吃就不行 可以 对可以 手撕 那是基本上一大片一大片的 都不是一大块一大块的 是吧 除了烧烤 大家推荐最多的就要熟炒鸡了 然后它这个炒鸡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它这个味比较浓郁 鸡子也比较好 甜辣口 吃完这个鸡子之后再下点灰面 那面肯定认给炒鸡 那别说了这是咱咱咱最爱的是吧 来个自己活的 非常筋道 挺筋道 然后味道也好 然后配着这炒鸡子 这个价格其实是不贵的是吧 对 四十多碗盐 这小份四十多 只包括它这个碗里的那种羊汤灰面也不错 羊汤灰面 然后灰面下到炒鸡里面也行 对对 它家的烧烤种类是挺多的 但是你要说点的最多的 就这一块肉 皮是焦焦粉 里面带着汁水 那一条带肥的 那种刚烤完之后 那油色很充盈 里面能够感觉到大块锁直锁的 要比咱们平常吃的大块凉块 锁了这么多一些 里面就放了三样调料 辣椒 自然 盐 就这三样 另一个点的比较多了 就是这炒鸡 四十九块盐一份 这份量其实能看到 分量是比较大的 送一份面 因为它家中午卖烩面 烩面是自己活的 刚才问老板了 说自己活的烩面 下着腿 烫汁里 能感觉到的 就这挂汁的程度 拌着面 这是不是咱河南人自己喜欢的 这地儿我相信大家应该能感受到 就是咱们说的街边烟火气 估计小店 啥时候大家路过 也想感受一下这个烟火气 可以来这儿试一吃 挂小钱 挂肉银 大块的 自己随便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